这一题我们一样利用氧化剂的电子变化素跟还原剂的电子变化素来做判断 那题目里面取下列各物质 那每一个物质里面这边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个还原剂 或者没有还原能力的物质 所以株选项的氢氧化钠在这边是完全不会参与氧化还原的反应 那还原剂的话A选项是芽铁 B选项是草酸根 C选项是绿离子 E选项是亚硫酸根 那我们各用6毫升 所以还原剂的地方它的量浓度0.1乘上6毫升 那乘上不同的电子变化量 那氧化剂的地方题目给我们的是过猛酸钾浓度0.21毫升 过猛酸钾的电子变化量是固定的5颗电子 所以我们要能够让过猛酸钾的紫色完全消失 代表我们的还原剂的量要大于前面氧化剂过猛酸钾的量 所以我们先把过猛酸钾算出来 可以得到这边的是一个毫末 那后面要大于前面的E 所以我们的B来选择的时候 A选项 铁的地方从芽铁变成铁的正三架 这边只有一颗电子的变化量是不够的 B选项 草酸钾反应之后 当还原剂反应之后会变成两个二氧化碳 它会有两颗电子的变化量 所以当我们的B等于2的时候 这时候算出来的值会是1.2 就会大于前面的1 所以B选项OK可以变色 C选项反应的物种是氯离子 反应之后变成氯Cl2 那每一个氯离子而言 它只有一颗电子的变化量 也是不够的 第四个选项不反应 第五个选项 用的是亚硫酸钾 亚硫酸钾反应之后会变成硫酸钾 那电子的变化量有两颗电子 所以跟B选项一样是足够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B跟E 两个选项